一般华人世界视为中秋节应景水果的文旦柚 在西方人眼中却是营养丰富的水果 瑞香农会在中央农委会还有地方农政单位 还有台农发公司的协助之下 拿下了加拿大的外销订单 农委会的副主委陈天寿亲自主持了外销起航典礼 把12吨的瑞穗文旦柚包装上柜销往加拿大 瑞穗文旦柚买气不断 在完成中秋节前 国内及国外华人市场的展售后 中秋节过后的现在 则是瞄准西方国家的水果市场 让台湾优质的水果站上国际舞台 瑞穗文旦鼎瓜瓜第三声 情笑瑞穗全国之名 来讲我想今天有这个场面 要感谢很多人 要感谢很多单位 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 也谢谢各位也祝我们这次起航成功 所以我觉得很影响 就是说今天是虽然是中秋 但是我们是要把台湾这么医疗的 代表县长出席的县政府农业处长吴坤如表示 花莲是全台有机农业面积最大 且农产最多元的地方 安全无毒健康洁净的农产品 县政府未来也将会全力的整合 以精良的团队迎战国际市场 那今年10月26号 我们会来进行一个以花莲为主 来探讨明年文旦计划 整个整合的计划行销的事 日志江农会在中央农委会 地方农政单位与台农发公司的协助下 拿下了加拿大的外销进单 农委会副主委 陈天授亲自主持今天的外销起航典礼 将12吨的瑞瑟文蛋 又包装上柜销往加拿大 拥有约800公顷文旦又面积的瑞瑟香 年产量4200万台金 农会今年度外销日本6吨 新加坡12吨 以及现在的加拿大也有12吨 农委会分散国际市场的策略 不断地将文旦又推广为常态性水果 锁定西方市场 以增加外国市场的接受度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